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高僧行仪 元昂与曹措是历史真实记载的人物 因为元昂的关系致使曹措被腰斩于董事 如此冤仇历经时事 在悟达国师的身上应验了 再再说明万般带不去 唯有耶先生的道理 曹措与元昂之间 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深仇大恨呢 节目很高兴邀请到医院县老师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提到这两位西汉的人物 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平呢 他们两个都是汉景帝时代的 非常重要的大臣 但其中元昂曾经当过吴王的宰相 因为我们知道汉朝的时候是所谓的郡国并行制 所以有些地方是有封王的 所以他是国王的一个重要的军师国相 那这个曹措就是汉景帝的重要的幕僚 然后他们两个为什么而争 其实为了这个政治理念有所争执 但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曹措就建议汉景帝把这个元昂给杀掉 为什么要杀掉元昂 因为他是吴王的重要的人马 吴王那个时候想要起兵反抗 可是大家都在想说 你又还没有反 这样杀了他不对 所以后来元昂就被废 废掉以后就变成一界的平民 等到这个吴王准备要反的时候 他就说你曹措是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的人 所以我要清君策 他就用清君策的名义 就发动了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七王之乱 这个时候这个曹措就被变成是一个首要的目标 人家说要清君策 所以后来汉景帝在想说这事情要怎么处理 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臣叫窦英 那窦英跟元昂之间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元昂就拜托窦英去见了汉景帝 他这时候已经是一界平民了 然后他就跟汉景帝讲说如果要 宣定这个其他的王室的造反的话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杀掉曹措 因为叫清君策 如果你把君策旁边的这个人叫做曹措的给除掉的话 他们就没有理由借口 那其实这个就是元昂在报仇 因为当初曹措是想要杀掉他 曹措要先杀掉他 但曹措为什么要杀他呢 原因也不是说他跟他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可是两个人就开始为了这个薛凡的事情 彼此就理念不合 本来都不相关的两个人 他们算不像是好朋友 可是也不算仇人 但是两个人见面 只要你有你在我就不在 彼此不见面的两个人 后来变成好像一个死对头一样 那又汉景帝听了这个话觉得有道理 所以就决定要杀掉曹措 但是曹措不知道自己要被杀 曹措是怎么样被杀的呢 有一天他就接到命令 很多人来接他 就说皇上要找你开会 他就把曹服穿好 穿得整整齐齐的 结果呢 马车把他载到哪里去 载到刑场 再到刑场以后他还知道 自己要被处死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然后也没有伸冤的机会 就这样被腰斩于东市 他是被这样杀掉了 所以这是一个冤狱 这是一个冤枉的事情 那曹措跟袁昂这个人 这两个人的评价 在历史书上面都评价很高 所以司马迁特别为他们 作传并在一起 叫做袁昂曹措列传 可是这两个人呢 却都是汉景帝时代的忠诚 两个人的共同特色就是谋国不谋生 也就是他们所有的事情 不是出于对自己的利益去想的 是为国家利益去想 为国家利益去想 结果两个人都不得好死 因为曹措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清军策 被冤枉杀掉 而袁昂呢 是因为后来他又反对梁王刘武 继位当皇帝 斗太后要求这个汉景帝把皇位 让给他的弟弟 但是袁昂反对 袁昂一届平民的 你还去反对什么 所以后来刘武非常生气 就把派刺客把他给暗杀掉 所以袁昂呢 其实他跟曹措都有这种共同的特质 谋国不谋生 感恩老师 俗话都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任意时风平浪静 为了争自己的理念 争自己的利益 引来千古的仇恨 实在是相当的不值得 再次感恩老师的说明 在水灿的唱文当中讲 曹措寒东士之恨 四夕寻生 我们也看到整个剧情当中 曹措的冤魂可以说是 无处不在 阴魂不散 一心只为了寻仇 节目很高兴 邀请到饰演曹措的 文心老师来到现场 文心老师你好 周深好 是 提到曹措被腰斩了 这个恨其实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而且它后来变成冤魂 一直在为了寻仇 那老师 你在你的演艺生涯当中 饰演鬼魂 是不是相当特殊的经验呢 是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 西曲宗的鬼戏 那戏曲很多手法里面 为了这个由人想象出来的一个鬼形 也有很多城市上的一些训练 以及演艺的方式 唱腔有发明了在唱腔的反弦 反弦就代表是说 这首歌比如说像北管戏的 他如果唱二皇或是唱西皮 当时鬼出现的时候 他的唱腔就变成了反西皮 反二皇 就在戏曲里面出现鬼魂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技法相当多 那演过很多鬼魂 那这一次的潮措是让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 他被元昂陷害于东市以后腰斩 他的冤魂呢 一直想要寻找他去寻仇 但是元昂陷这个时事里面都是得到高僧了 他一直找不到缝隙可以去报仇 去寻仇 德一直直到了悟达国师 受到了皇帝的封刺 心念一点转动 他于是趁机而入 成了他脚上的灵敏撑 就是人面床 他这个故事真的让我最深刻的印象 还是在于在时事的追寻 光是在时事的一个OS的场段 康老师非常用心 我花了几乎是一天半的班 来去打造场景 打造出十个也就是悟达国师的前面的九十 是 是 那这个场景的搭设以及镜头的运镜 然后在这一天半里面只录了这个OS唱枪 那在这个其中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我一直在投入那个史事的追寻 就是我到底在寻恨 这个寻恨的过程中 当然用肢体 用唱枪 用眼神 你可以用各个方面的技巧 细后在调整自己的时候 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 圆岸跟曹错 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当下的我们身边 你也可能是曹错 你也可能是圆岸 你也可能是受害人 你也可能是加害人 一直在我们身边不断地上演 但是人家讲说 一念心静静 处处莲花开 有时候放下 到了时事 他等到了一句抱歉 得到了一句远安的说 我错了 其实他就放下了 他就放弃了他时事的寻仇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常常就会想到这个故事 来警惕着我们说 这个时事的怨恨到中后 我们要怎么去调适它 我们要如何去学习放下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是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老师 其实也有演一个 相当著名的鬼魂 就是在我们七月吉祥月当中 您饰演光木女的妈妈 是 在饰演这一个金藏演绎 对您的人生产生什么改变呢 这也是我的人生里面 最有印象的一个鬼魂系列之一 那这个鬼魂系 是演一个爱吃鱼的母亲 于是我从她很欢喜 很贪口欲的一种快乐的角色 也是转变到黑海中的痛苦 然后受苦刑 然后一直到她女儿来救她 她是一种悲情的 悲壮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演艺方式当然是不同 但她在这出戏 在对我生活当中 其实改变我最大的事 好几万人在观看这出戏 也很多人因为看了 这个十出戏以后入宿了 那身为演艺这出戏的角色的我 我觉得最大的启发就是 我能够影响人 那我自己必须要影响我自己 我让自己入宿以后 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精神各方面 或者是在我的身体的 这个机能各方面 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尤其是在慈悲心上面 我也觉得以前会往往不太会同情别人 往往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 我现在会站在鱼的立场上想 有时候看到别人在杀生吃鱼 我都会站在那个鱼的角度想 它其实人与人与之间也是这样 所以如是对我来说 高梦女舅母这出戏 在我人生这段过程中 是一个很美好 很有意义的出戏 是 以上感恩老师 感恩 我们在佛门里面常常听到 冤亲债主这四个字 里面包括我们讨厌的对象 我们喜爱的对象 来讨债的 来还债的 这些对象跟随着我们 生生世世纠缠不息 我们透过佛法 透过修行 透过忏悔 能够解冤世杰 进一步更要广结善缘 才会致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光明 更加的没有恐惧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灯会别忘了继续观赏高僧传 误达国师 我们下次再会 灯会讨厂缠锁 不信为柜死大iser 莽收根龙牙厂艳 可疑一言子彻 亚天赫聆木 你 消毒凉地 老实是我的理论 但是這都是經過方向穩存的啊